隔了月末半年 又來到了這一塊有著台灣最後一片淨土之稱的地方 台東 這次兩天一夜的旅程 我們即將騎著台灣最美公路 橫跨南半島登山領水穿越台東 到有著台灣紐西蘭公路稱號的197線道 穿梭在原始的森林中 除了長達14公里的Offroad路段 更可以同時看向台東市區還有太平洋 最後東進東出 過客們很少進入的南橫公路向陽段 一探南橫公路東段 風景從寬闊到幽青的感動 就是我們在這裡站著 demonstrations 風景從城中 這個家訪雲 中心的一切 西蘭公路 北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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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來的地勢 We've been here befor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We've been here before Tell me, tell me We've been here before Yu yu,我是魯特 今天我們準備去一趟台東 而這次的行程其實魯特已經期待很久了 會有這趟行程起因是由於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去了一趟南橫天池 也就是南橫公路的西段 不過因為目前南橫公路的工程仍在持續中 所以這次要去的東段跟西段是沒辦法相通的 只能從台東進去 除非是科考人員或者是工程人員 才能進入目前崩塌最嚴重的路段 所以在上一次去完西段之後 就一直跟自己說有機會一定要去東段 那因為台中到台東的距離實在是太遠了 光是從台中到台東 單趟的里程差不多就是400公里 一致要來回真的是蠻有難度的 所以就安排了兩天的行程 第一天算是個移動日 漫遊到台東 住一晚之後 隔天再前往南橫公路 那其實兩天的行程也真的超緊繃的啦 因為平均的里程都是400公里起跳 秉持著沒有500公里不回家的精神 現在就準備出發 跟今天同行的夥伴會合 欸呦 現在在Seven的港復站 然後現在時間是7點20分 今天我們要去台東 跟我們的廣先生 我大概早上的5點我就到了吧 好 剛才的7點才到 可是沒關係啦 因為本來出來 每個人抓的時間比較不固定 好啦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吃早餐 我們吃完早餐之後就準備出發了 我本來想說自己一個人 就直接去南橫的向陽段 可是因為後來我們的廣先生 他也想要去 因為他也想要騎車 然後也想要拍片 所以我們就約好一起去 然後其實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昨天還跟 重庭Sam哥他們有約好 今天我們就直接西兵南迴 南迴改吧 然後就直接到台東了 晚上去跟他們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 祝我高中同學開的民宿 哇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趟行程 整趟行程裡面遇到的人 都是認識的 這種感覺真的很幸福 這是廣先生的車 他有綽號嗎 它有影千代 影千代 忍者哈特利那個影千代 今天我們要跟影千代出去出遊好不好 舉白 影千代 上一次去台東是什麼時候 哇 不可考欸 哇 不可考欸 對啊 不可考 哇哨 所以這次 所以這次應該算是我們 見四面好不好 給魯特兄帶出見四面 一個面子 一個面子好不好 一個面子 靠他撐熱度 好 靠他撐熱度 撐熱度 出發 GOGO OK 從台中的Seven港赴門市出發 今天的行程因為旅程的終點 剛好是在台東 而距離魯特上一次去台東 哇 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啊 所以這趟的路線呢 這次我們會從西濱南下 到了北門後 接到台霸四線 經過獄警接到台三線 再接到岩山公路 一路往南 到平鵝公路之後 再接到南徽公路 進入台東 一早出發 因為冬天 溫度真的超低的 騎在西濱上 還能感覺到那種 冷風刺骨的感覺 雖然魯特之前曾經發過誓 絕對再也不騎SMCR上西濱了 不過在面對台東 這種高里程又高耐力的行程 加上今天原本打算早一點到台東 去魯特高中同學 提供給我的兩個無人秘境 所以還是想要早一點到台東 騎西濱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有效率的 所以最後只好跟快速道路妥協了 而西濱在今年也正式啟用了第一個休息站 為全台首座快速道路休息站 在魯特出發之前 就知道這個消息了 不過當天在經過的時候 是還沒啟用的 回到家之後查了一下啟用時間 發現 靠 只差一天 也就是當我人已經在台東的時候 他才正式啟用 不過當你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他已經開放了啦 所以如果你最近會經過西濱口湖段的話 可以去開箱一下這個快速道路休息站 未來聽說在北中南都會有一座 而到了這邊 我們也下了交流道 打算在這邊補個油量 順便休息一下 去一個飛機的飛機 比當機 無法治機 幹 媽啊這個人已經騎到怪怪的了 不是啊你才騎到口湖而已欸 口湖就開始 你是不是一定要瘋啦 開始 開始胡亂思想 你有多久沒有騎這麼遠 其實還好 我上個月有跟一些車友騎到南山 然後再從屋頂繞回 西半部再回新竹 8點40啊 然後我們現在人在西濱的口湖 據說這裡之後 可能會有整條西濱唯一的一個休息區 我剛才下來的時候還是沒看到 看新聞有報啦 然後他新聞上面是報說 會有一個全家吧 然後有加油站啊 就在高架橋的下面 還滿期待的 因為如果之後有休息站的話 真的滿方便的欸 如果你要加油買東西 就直接停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直接買 不然整條西濱什麼都沒有 每次騎我都覺得 喔 加個油還要下來之後 然後還要再騎個一兩公里 我就覺得很累 好啦 然後我們現在在 中游的沿海站 加一下油之後呢 準備繼續出發 GOGO 沒有停留太久我們繼續出發 沿著台六11線繼續往南前進 今天的西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在過了賣療鄉之後 開始起了大霧 一開始 因為是在賣療嘛 想說應該是空氣污染 不是霧氣 不過在經過冬時的時候 整路迷蒙 西濱騎過這麼多次了 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 全部霧蒙蒙的天氣 之前看過三日中軸的朋友們 應該會知道 魯特是個比起大晴天 我覺得起霧是更加有這種朦朧感的 更有神秘的一件事情 所以遇到了濃霧 精神也越來越好 自己完全不像正在騎著 無聊的大直線 到了北門之後 接到台拔的四線 我們也來到了獄景 在這邊又停下來休息一下 OK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本新運賦門市 其實我每次騎 6.1 然後接8.4 騎完之後 我一定必停這頁 以及是一個儀式感 應該是騎台三線 過騎三啦 應該會過騎三 等一下就繼續出發 感覺如何啊 太陽曬的時候還會想睡 沒有因為今天天氣其實蠻舒服的 早上 早上起來的時候蠻冷的 可是 到現在這個溫度 我覺得非常剛好 現在應該24-25度啦 超舒服的 對現在真的很舒服 不會流汗 然後會起到最早 我在那間7.4 我已經買了一杯咖啡了 然後又一罐蠻牛 然後現在我再買一罐咖啡 出發 GOGO 掰掰 聽了一下7.4 新運賦門市 買了杯咖啡 基於啟程 接到台三線之後 因為上一次的路線 是從岩山公路 也就是185線道 接回獄景了 所以這次原本打算 也要從台三線接到185線道 不過 GOGO小姐一直要我們抄小路 所以最後 我們反而騎到了 男子 現在時間是 中午的12點13分 我們現在人還在屏東 因為我們走錯路了 可是這次不是我帶路了 騎到ㄎㄧㄤ掉就算了 還帶錯路 一直叫我走國道 我們每次要把他關掉 那我們現在在路邊 我們當路邊的男子好不好 真男人都是要這樣的 在男子當男子 這裡不是 這裡是男子區嗎 不是吧 離男子很近啦 對 我也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我們就走到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經過男子的時候 真男人好不好 男子好地方 把東西弄一弄之後 我們又要出發了 我已經不知道今天 如果到台東的話 會是幾點了 可是因為今天預訂 本來預訂也要去兩個地方 那如果太晚的話 可能就 應該只會去一個地方 一個是海邊 一個是山邊 也都是我沒有去過的 它是我在台東開民宿的 那個高雄同學跟我說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 看到台東的時間是幾點 再決定要不要去 GOGO 重新設定了一下地圖 最後決定直接走台一線 接到平和公路 到了這邊 旅渡才正要開始 從台三線往平和公路上 這一次來跟上一次來 也有很大的差異 路標多了許多區間車速的提醒 一條這麼大條的路 直接區間車速下去 一開始看到 真的覺得蠻好笑的 尤其是科技執法這四個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這四個字 就很想要笑 這四個字翻譯年高 大概就是 以交通超速之民行 國庫收入之石吧 不管哪個路段 架下去 先削一波錢就對了 就這樣 我們在區間車速的陪伴下 一路向南 今天的天氣很好 天空很藍 太陽照射在海面上 反光甚至比太陽還要亮 耀眼的金光 加上南部的氣溫 起到這邊 也開始感覺到了 憂災愜意的FU 很多人都說藍色就是代表著憂鬱 不過今天的天空還有大海 藍到不能再藍 反而給我一種生生不息的感覺 在這邊 我們也決定隨便找一塊空地 停下來隨手拍拍 唉唷 我們來到了一個 從平鵝公路上轉進來的一個小路 沿路走過來應該會看到很多這種地方 然後我們就隨便找一個地方進來 現在的時間 現在已經2點15分了 可是南迴就在前面了 等一下就到了 所以我預計大概等一下到台東的時間 應該會在4、5點吧 然後剛好是日落的時候 那邊那時候的海 我覺得應該也是蠻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在這種地方 就是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買罐水坐在這邊 就可以坐上半天 真的超喜歡海的 然後剛剛整路過來 我覺得 我們從台中到台南的時候 整個天空都是霧蒙蒙的 就是有起霧 應該剛過仿山的時候 那個天氣瞬間 整個清澈起來 真的超漂亮的 一望無際的視野 好不好 那個山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我覺得 等一下讓我最期待的 應該還是往台東 西半部的海跟東半部的 根本完全不能比 雖然這邊算是南半部 不過已經開始很清澈了 海水已經很藍了 可是因為那麼久沒有看海了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 已經很知足了 只要看到海就很爽了 好啦 然後在這邊拍個照 休息一下之後 等一下就要 準備出發了 GOGO 過了海豚灣之後的平鵝公路 其實隨便停 都可以看到這種美景 比起上一次台東行 我們從南迴公路 回到了金光閃閃的台翼線 那種歸途而不捨 對比這次的平鵝公路 更給魯特一種旅程開端 對於這趟旅程的那種未知 是種充滿希望的正能量 心情不自覺就會好了起來 懷著好心情 在終於有北極封港站 補個油亮之後 我們也準備進入南迴公路 因為今天是個平日 所以在南迴公路上的車 還算少 騎起來很舒服 可以看到現在南迴公路上 還是有施工的 很有印象的是 上一次來的施工路段 跟這一次看到的施工路段 是同一段 不過工程規模好像比上一次更大了 有兩個路段是有管制的 只能單向通行 很幸運這一次直接通過 沒有被攔下來 穿越施工路段 我們也來到了南迴改 這次對於在趕路的我來說 南迴改確實是很有效率的 從草譜直達安硕 時間將近少了半個小時 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是 以往我們在經過隧道的時候 不管南北巷 都會是以同一個隧道命名 不過隨著南迴改的落成 連接了屏東和台東 屏東和台東的民眾 對於隧道的命名各有堅持 所以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 就是這條隧道 是兩個不同的名字 之前台東行 我們從台東往屏東 走的是森永隧道 而這一次 我們從屏東往台東 走的則是草譜隧道 不過我也要注意 事辦大型重機通行的時間啦 直到今年4月 割了半年再度來到這邊 隧道內的空氣一樣清新 雖然這次是冬天來到這邊 但是因為好天氣 室外的溫度還算蠻高的 進入隧道之後 一樣可以感受到那種涼意 是很舒服的 不過在一出隧道口後 馬上變得超冷 溫差應該差了快10度有吧 所以如果有要北上 經過南迴改的朋友 不要被屏東的好天氣騙了 因為在魯特剛出隧道的時候 真的超冷的 而經過了隧道 我們也來到了今天的行程中 我最期待的一條公路 南迴公路 出了南迴改之後 沿途的景色也從原本的蒼獄森林 轉變成蔚藍的海岸 在這邊我們也正式進入台東了 很快的映入眼簾的 就是一整片的海 來到了大午鄉 在這邊 我們再度停下來休息一下 等等準備一口氣直接騎到台東市區 我們現在在Seven大午 大午門市 然後有一個人說他屁股已經騎到快爛了 每次打開相機的時候 我都開始恍惚 沒有那就是你會拍相機啊 因為你通常都是拍別人的那一個 你很少 這會剪進去嗎 會啊這會剪進去 欸我頻道的特色就是一刀不剪 直接沒有在剪的啊 現在3點20然後我們在大午 也快到了啦 等一下南迴公路應該會飛一下空拍 你應該是第一次騎南迴改吧 第一次 而且你剛才還沒有穿外套 到這邊馬上把它穿起來 你不覺得很涼嗎 好冷 然後剛才一出南迴改的時候 喔超涼 三菱真的是涼的 跟小胖哥說的一樣 三菱涼的 這男人不怕冷啊 這男人不騎四缸車 三缸不點火 三缸不點火 有三缸不點火 只單缸點火 okok 那給過給過給過 好啦出發 GOGO 在這邊休息了一下之後 準備繼續上路 這一條南迴公路 魯特騎士來到這邊的次數 說真的也不多啦 這一次也只是第五次來 最有印象的是 這一段從大武鄉到太馬里的路段 因為東陵太平洋 公路與海洋之間 幾乎是無縫接軌 名副起始的海天一色 就好像池塵在大海上面 從台中出發 騎機車來到台東 路程雖然遙遠 不過真正的景色 現在才正要開始 從一早的西濱 市區 迷路 所有的路程 為的就是騎到東邊的景色 爬山也是 所有在過程中 累積了汗水 為的就是在登頂那一刻的感動 雖然目前我還沒辦法體會 那種爬山登頂的樂趣 不過對我來說 剪片也算是一個蠻像的過程 從騎車拍素材 到整理 內容發想 音樂 錄音 剪輯 字幕 封面 整個過程也是很充實的 而搞了這麼一大攤 為的就是最後呈現出來的東西 雖然步驟繁瑣 要修改的東西很多 但是過程很重要 是沒辦法被忽略的 但也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過程 賦予了騎乘 登山 剪片 這些事情價值 而有了價值 會更有成就感 我們才能進而有動力 下一次再騎車出遊 登下一座山 剪下一步片 上一次經過南迴公路 因為我們是南下 所以海是在我們的對向車道 而這一次北上 海直接在右手邊的感覺 真的超棒的 好啊 從7.5門市出發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3點 而從大5要到台東市區 還要... 兩個多小時吧 其實魯特也不知道 為甚麼從台中騎到台東 要騎整整快10個小時 然後還沒有到台東市區 原本魯特的高中同學給了我兩個台東秘境 不過隨著抵達台東的時間往後延 原本打算去的兩個秘境 就這樣變成一個 然後再變成 留點遺憾 下次再去那兩個地方 最後 我們終於在晚上的6點半 來到位於台11線附近的 富岡漁港 在這邊打算先吃個晚餐 順便和台東幫的朋友們會合 6點32分 我們終於到了富岡了 這也是我們今晚的落腳處 騎得怎麼樣啊 開心好啊 開心嗎 剛才都變臉了 沒有 開心 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到台東 其實沒有騎車在台東 你應該是第一次來這邊 把車停在這邊 踏上這邊土地 沒錯 經過可是直接從 應該就直接台11線就過去了 因為蠻少人會特別停下來 沒有特別 然後我今天會停下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這是誰啊 嘿嘿 好眼熟喔 各位這禮拜來台東了嗎 欸不是 講錯頻道 靠腰餵 有有我是重庭 講錯頻道 欸不行啦 我們一次紀念大鵬哥那次來台東 欸他上個禮拜 欸上個月還上上個月 他也有來一次 對 結果他也沒揪 對吧 你看 應該還是算我比較感興吧 對啊 我來之前我至少還會講 說來就來 因為我是昨天晚上才跟重庭講的 然後大鵬喔 算了啦 呵呵呵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看到大鵬也是 幹就是台東那一次 真的假的 我到現在我也沒看過他了 然後這中間我們約了兩三次 幹他死就是不出來 哇好開心看到你喔 耶 幹我的回憶直接湧現出來 我今天選的路線就是 全部都是上一次我跟他們離開台東之後 走的 喔所以 我們走南軌嘛 西半部那一條你也是走上一次 對 然後跟小胖分別的時候也是西兵 就幹今天全部都一模一樣 懷念念舊之旅啊 沒有 喜回憶啦 因為那次有大鵬 哈哈 喜回憶 不知道何年何月 對啊 才可以再看到他嘛 再舊跑一波啦 好啦 然後 我們今天要吃這個 反正我們現在要吃晚餐了 我等一下進去再拍 GO GO 而富岡這個地方有著台東第二大漁港 富岡漁港 又稱嘉蘭漁港 去過綠島蘭漁的朋友 應該對這邊不陌生 因為要前往綠島蘭漁旅遊 都必須要從富岡漁港搭船過去 身為一個旅遊必經之地 這邊的海鮮餐廳也是非常有名的 而這頓飯 說實在的 魯特吃而不是飯 是回憶啊 隔了半年來到台東 再度見到上次認識的朋友 那種感覺 就跟這間海產店一樣新鮮 上次我們去台東 我們有去一間叫鹿鼎雞茶莊的 那個老闆叫建偉哥 還有他老婆 這是他們家新的啤酒 陳麥精釀啤酒 紅烏龍口味 今天很感謝建偉哥 還有建偉哥的老婆 感謝你們 紅烏龍啤酒 我都有喝六喔 很感謝你 這也什麼問題 下次什麼時候來台東 民國110年2月5號在這裡 歷市 歷市嗎 今年110年我會去台中騎一次車 以此不如影片為證 不要說我嘴炮 不要變成大鴻 不是我說的 我沒有講 我們現在剛吃飽了 這次來剛好台東幫的 重庭 還有建偉哥 他們明天要陪我去 我們終於可以一起騎車了欸 雖然上次你是開車啦 對啊 這次終於可以一起騎車 不要再開車了好不好 我對台灣開車了 喔很好 那你怎麼來的 我剛剛不是走來的嗎 好好好 你們聊啊 小心走 拜拜 很開心明天可以跟你騎車了 好家氣質的男人 老婆算什麼 拜拜 吃完晚餐 我們也準備回民宿休息 今天住的地方 是魯特高雲同學 在富剛經營的民宿 距離我們剛剛吃晚餐的地方 路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鐘不到 OK 然後 還有陽台是不是 有有有有 陽台是大陽台的 所以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不要拉下來 對 這樣才起來的時候就剛好看 日出是在那個方向 好 嘿 然後 房間的泡麵 冰箱飲料都是可以使用 高雲同學啊 開民宿 可以來吃一下好不好 你沒有看到幸福是誰 沒有我沒有拍你 我沒有拍你 好OK 感謝感謝感謝 你先去買東西啊 OKOK好 好 拜拜 謝謝 謝謝 我現在終於到房間了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九點 真的是情侶在住了 我怎麼會跟一個人來住啊 哇 然後這邊走進來就是一個 非常羞恥的浴缸 然後這個浴缸呢 隔著就是透明的玻璃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床 最厲害的是 這走出來 它有一個陽台 附了兩張椅子 然後陽台的燈是可以開的 然後重點是呢 這邊是海 你們有聽到海哭的聲音嗎 那就是海的聲音 因為是海警房嘛 所以明天呢 太陽會在 會從那個方向日出 所以大概明天的五點 就要起床 然後來拍個日出吧 因為我跟崇廷他們也是約七點 七點就要到普悠嘛 應該可以啦 五點起來 然後拍個日出再出發也OK 整個view其實還不錯 剛剛劍偉哥給我的酒 毛巾泡水 然後把它冰上去 半小時之後來 就是非常冰的一罐啤酒 現在其實我剛才看了一下手錶 現在才九點而已 可是在台東這邊 我覺得已經十二點了 因為在這馬路上是沒有什麼車的 然後也都完全沒有人 它給你的那種氛圍 就是已經感覺像十二點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感覺是還滿棒的 就是 就是其實沒有很晚 但是你覺得已經很晚了 還滿喜歡這種感覺 才剛吃飽飯就想睡覺了 台東真的給人一種很奇特的魔力 明明才晚上九點 可是那種感覺已經像是半夜了 會讓人不自覺的想要早點休息 那種氛圍 除了是寧靜 更多的是心境上的自在 騎了一天的車了 到民宿之後 我們也準備休息了 準備明天跟崇廷 還有劍尾哥 一起挑戰東南橫 然後我剛起床了 我跟崇廷他們約七點 然後我現在還在民宿 嘿嘿嘿 你要打算請他們吃個早餐賠個罪 可以看到這個海景真的超讚的 我現在已經沒有太多時間欣賞海景了 我要趕快去普悠瑪了 GOGO 通常前一天說隔天一定會早起 就好像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段考前說會好好念書一樣 果不其然 昨天在披星戴月來到台東之後 隔天直接碎死 時間來到了7點半 整個人才驚喜 趕緊把裝備弄一弄 就準備出發普悠瑪一節租車 和今天的夥伴們會合 今天的路線 從富岡漁港往台東市區騎 最快的方式就是騎著台11線 直接進入市區到普悠瑪 雖然說騎著東半部 可以看到海的台11線往北 不過我的心思都放在人物身上 因為原本是約7點在普悠瑪集合 但是我卻是7點多才起床 早上是早上的8點了 其實我們本來是約7點的 然後我現在在普悠瑪 上次有來過 非常熟悉的一個地方 然後等一下我們 應該會先去吃個早餐吧 就直接往東南橫那邊過去 我覺得對我們的重庭 還有劍瑋哥非常的抱歉 因為我是最後一個到的 早安對不起 我知道了 你是等最久的 我嗎 對啊 我超早就來 興奮 因為我們原本是約7點 對我們約7點 等一下請你吃早餐 賠醉 所以我喝那個啤酒 好喝 好喝嘛 對 他喝下去 吞下去之後有一個 茶味 我覺得那個蠻明顯的啊 不用很深的去那個體味 就有茶味了 好喝 其實我忘記跟你說 那個大概是38度 所以你們睡過頭是正常 對啊 所以我睡過頭也還好嘛 那個有那麼濃嗎 沒有吧 你要去釀嗎 沒有 XXXX 對不起啦重庭 反正我也遲到嘛 等一下請你吃早餐啦 等一下請你吃早餐啦 早餐不夠 可能你車子行到駕照上面先留下來 又要聊一整個是不是 等一下就要出發 那個南橫向陽段了 我還蠻期待今天去那個南橫向陽段的 因為我這一趟來就是為了要去 那一段 通常很多人會去南橫 可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會去 天池那一段 那其實南橫 就是還是中段的 就變成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把南橫一整段 全部騎完的話 你就一定要分成西半部 還有東半部 上次西半部我們也有去過了 這次呢我們就換去東半部 GOGO 集合完畢之後 致歉完 我們也準備開始今天的行程了 昨天有提到 魯特這趟來 最大的目的 就是去南橫公路東段 不過從Google Maps上來看 要從台東市區往南橫公路 最快的方式是走台九線 但是這次我們並沒有打算走台九線 而是想要去上一次沒騎完的197線道 因為這次從南往北 剛好可以把上一次 從陸野高台附近 進去197的路線 沒騎完的路線拔全部補齊 順便體驗一下這條 台灣線道系統中 唯一一條乙通車的碎石撲面 騎著台11乙線 經過台東大橋之後 到了197線道左轉 以復原為起點 我們即將一路往北 197線道算是一條冷門 而且很小眾的景點路線啦 騎完一整趟197線道 研讀的騎機車 甚至連舞台都不到 在轉進197線道之後 騎不到10分鐘 我們停了下來 我們現在197上面 然後騎到一半 他們突然停下來 他們說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展望 讓我們可以看 這一個 從這邊看下去 就是台東市區 然後有海 可以直接看到海邊 然後另一邊呢 可以看到海 然後這個停留點呢 叫做日出山莊 這間是日出山莊 而且這裡很特別 這裡 右邊有海 左邊有海 那右前方又是我們的 台東的聖山 這個是杜蘭山 天氣又很好 對 山頭大部分的時間 都會被蓋住一半 海列就很特別 它是依序 一個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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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延 花蓮 它是到花蓮的 一個山頭 一個山頭 往後 專業級導覽 專業級導覽 今天台東首席導覽 Sam哥 請假 副手來代班 副手代班 對 今天我搭Sam哥有事啦 所以今天我搭Sam哥 沒辦法出來 派出他的副手來好不好 接下來就是洗 沒有大鵬的回憶啦 好啦這邊休息一下之後 準備繼續出發 GOGO 換個電池之後 繼續上路 隔了半年 再次騎在這條197線道上 心中真的是滿滿的回憶啊 從南往北 我們從台東市區出發 往時尚的方向 一路上一樣沒有人車的喧囂 幽靜純樸 景色如畫 因為花東縱谷 地處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 在這邊的居民 南來北往的路線 就是台九線啦 而整段197線道 全線位於台東境內 沿著海岸山脈樸設 崎嶇蜿蜿 人煙稀少 所以稱得上是台東的一條秘境公路了 而整段197大概可以分為5個路段 從南往北分別是第一段靠近台東市區 就是剛剛我們左轉上來之後 可以眺望台東市區 還有整個富岡漁港 以及遠望台東盛山 都蘭山的那附近 第二段則是立吉二帝 靠近台東市北郊的北南西畔 因為地形的關係 又被稱為立吉月世界 不過這次沒有在這邊做停留 而這一二段 上一次的台東行 已經有走過了 跟這次比起來 魯特還是覺得 從北往南的路線 還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在靠近台東市區的時候 可以直接面向大海 不會在要看海的時候 頭還需要轉來轉去的 經過了第一二段之後 我們的位置大概會來到陸野附近 就是上一次 我們在離開陸頂記查莊之後 經過了那一座 鑾山大橋的附近 而在這邊 我們也準備進入了第三段 而這第三段 從鑾山到寶華之間的這段路 是讓我在整趟197的巡禮之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 因為在這邊 有著全長14公里的碎石路面 哎呦 在經過了 大概40分鐘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197線道 剛剛從台東市區 然後騎台11椅 然後騎197線道 現在到了一個碎石路段 它上面這個牌子有沒有 這個牌子 它就直接跟你說 碎石路段為14公里 自行車越野路段 請小心騎乘 所以呢 接下來的路 就直接全部都是off road好不好 就直接是這種路面了 然後大概有14公里 騎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到觀山了吧 因為我上次是從那個 路野那個方向往台東騎 然後剛剛因為 要騎過來的時候 會再經過路野 往下走了之後 我發現它左轉 那個路上 幾乎是完全沒有什麼車的 路上還會有狗在那邊睡覺啊 這一段應該算是真的 人煙真的罕至啦 然後剛才聽從廷講說 只有一些工作用的卡車 會偶爾上來 然後可能你沒有農地啊 什麼之類的收個東西而已 所以我們即將進入一個 無人之境 GOGO 在這邊真的是無人之境 全段手機幾乎沒有訊號 相信大家應該跟魯特一樣會有個疑問 就是 都身為一條線道了 為什麼不把碎石路面鋪設的好一點呢 哪怕只有水泥路面 也比碎石路面來的好吧 一開始其實魯特也是這樣想的 不過在回到家之後 我查了一下資料 大概可以分為兩種說法啦 一是因為這邊的地形容易遇到大雨 畢竟197線道是沿著海岸山脈鋪設的 而這一段的地基 是特別容易被雨水沖刷破壞的 柏油很容易就損壞了 所以才會只有在一些重點區域鋪設水泥路面 二是因為這是全台灣僅有的碎石路面 加上沿途沒有聚落、民宅 為了讓僅存的公路活化石 不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所以維持原本的樣貌 不進行柏油鋪設 然而不管是哪種說法也好 地質脆弱也好 想保有原有的路面也好 這整段路都沒有部落、店家、休息區、景點 是個事實 所以如果朋友們有來到這邊 除了要注意一下油量 更要隨時注意車輛的狀況 因為一旦進入了 就是14公里的爛路 沿途什麼都沒有 道路救援應該也會是一個問題 不過也就是因為什麼都沒有 保有了原始的生態 所以這14公里 常被大家稱為197線道的精華段 騎在這種路面上雖然是碎石路 不過因為石頭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不像大杜山那種超大顆的石頭 石頭跟石頭之間的空隙還很大 所以其實騎在這邊 震動感比想像中的還要小 整體來說 魯特是覺得不會太難騎啊 今天的光線因為是個早晨 搭配兩邊的樹木 除了悠閒還是悠閒 很難想像自己是騎在一條線道上 騎乘在綠色森林中 從原本一二段的柏油路 轉換到了原始的碎石路面 路徑也變得越來越狹小了 時速不到20公里慢慢騎 細細品嘗這14公里的碎石路 這段在Google Maps中 短短14公里需要騎乘約1個小時 所以如果前來挑戰 時間點還是要注意一下 沿途也會有告示牌 提醒我們碎石路面剩餘幾公里 算是還蠻貼心的啦 那在這邊魯特發現 除了提醒我們碎石路面的告示牌 在這邊還會有限速30公里的路標 不得不說 除了貼心之外 還是貼心 在我看來 與其說這一段是線道 我覺得它更像是一條山林公路 除了騎乘起來 山林良 視野時的遼闊時的狹窄 某些路段甚至還可以直接眺望花東縱谷 狹窄的路段中 它也不會放過我們眼球 身處在這種綠地之中 也算是都市人很少會有的經驗啦 所以如果時間允許 不妨可以直接停在路邊 慢慢欣賞這個已經越來越少見的景色 畢竟要在一條線道上看到這種風景 除非是千里迢迢特地往林道裡面跑 不然很少有人 是有機會順路經過這種路面的 雖然說是進滑段 但是很多人卻從來也沒有來過 甚至在各大旅遊網站還會建議你 197線道到了鑾山之後 先接回台九線 到關山之後再繞回197線道 不為什麼就為了閃過這14公里的碎石路面 不過魯特認為身為一個真男人 就是要勇於嘗試 講雖然是這樣講 不過大家還是量力而為啦 真的不行的話就切回台九線 至少有嘗試過就好了 整路騎乘下來由南往北 我們也從暖山來到了關山的寶華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慕溪橋 我舉白來到他不該來的地方了 騎完之後感覺不出來有髒啦 我們剛才騎完了197線道的14公里 等下出去就是柏油路了 然後這14公里真的是我騎過最累的一次 整段全部都是這種碎石路 我覺得他是不難啦 就是整段因為他真的太長了 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裡面大概有百分之 百分之十吧 是那種水泥的鋪裝路面 騎他全部都是碎石路 騎起來也蠻high的 然後剛才在路上還有遇到一台那個 蘇克達 有一個阿伯騎蘇克達 所以我覺得蘇克達應該是可以直接騎完的 看那個阿伯騎他好像有一個訣竅 他直接不騎碎石路 他直接騎那個草地上面 騎草地說不定還比騎碎石路面還要輕鬆 很多朋友如果看到剛才那段的話 應該會很期待我摔車 可是我沒有摔車 因為不是騎阿伯來 所以我就不會摔車了 有雞雞的人都騎這邊 對啊有雞雞的人都騎這邊 沒有雞雞的人都在那個 出路那邊就轉下去台九線 對啊 下次來市區要到池上 拜託197好不好 騎什麼台九線 無聊 哈哈哈哈 在這邊我們又接回了柏油路 經過第三段碎石路面之後 接下來的第四段 就是觀山的稻田段 很可惜這次是在2月初來訪 沒辦法看到那種在7、8月稻田豐收的景象 不過沿途的稻田景色依舊迷人 也可以開始看到遠處的山 倒映在田中的景色 這次197的最後一段 我們從台東市區往北 沿途經過 北南、延平、陸野 來到了觀山 其實第四段的觀山 和第五段的池上 都是偏向平原稻田的景觀 沿途都是綠油油的稻田 千末縱橫 從南往北 一路上回想剛剛的景色 沿著海岸山脈巡憂 一路上遠眺都南山 富岡漁港 還有台東市區 立即惡地月世界 再到金華段的碎石路面 綠樹甲道的山林公路 最後稻田的千末縱橫 來到觀山 想在台東快速的南來北往 197線道不是一條最快的捷徑 但是如果你想要悠閒的 深入台東 197線道 真的是一條非常值得你走一回 細細品味的一條公路 好啦 沒有把197線道完全騎完 到了觀山的時候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從電光大橋 接回了台九線 在這邊準備還一下 早上遲到的債 停了一下Seven觀山門市 欸唷我現在來到觀山的Seven 然後我們在這邊吃了一個早餐之後 現在離台20已經蠻近了啦 不遠 身為一個台東人 是 第一次騎197線道的感覺是什麼 腰痠背痛都好了 呵呵呵呵呵呵 我是騎了之後反而我腰越來越痠 然後我腳停在這邊的時候 我腳開始抖 因為你平常都沒有用腳 唉 阿 我不跟你聊天了 第二次騎197 輕輕鬆鬆啦 輕輕鬆鬆嘛 今天魯特應該可以洗刷 旅男的這個尺路了 整個197的地都是乾的 你一滴水都沒有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一滴泥泥都沒有 我習到懷疑人生欸 怎麼那麼乾啊 這人太乾了吧 不好意思啊各位 情難好不好 197上面一滴水都沒有 沒有人倒車 舉白safe 我們剛才吃完了早餐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先去初萊橋 往南橫 應該會騎到向陽段 騎完向陽段之後就要回台中了 GOGO 吃完了早餐 在進南橫公路前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先加油 於是我們到了位於台九線上的 中油關山站 先把油量補滿 如果車子吃的是酒吧 那就必須在中油關山站補滿 因為接下來東進的路線 整段南橫東段 最後一間加油站 就是中油海端站 但是中油海端站是沒有提供酒吧的 所以魯特還是比較推薦 在關山就直接先補滿 也比較省事 不用再跨越一個車道 補滿油之後 接著 我們就準備進入這趟旅程中 我最期待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南橫公路東段 接下來的路線 我們從關山沿著台九線往北騎 到了台二十線的岔入口 直接接到台二十線 從這邊開始 其實就算是南橫公路了 不過為了方便大家記憶 魯特這一趟 以台二十線與台二十甲 入口處的初來橋 作為南橫公路東段的起點 接到台二十線之後 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一座特別長的黃色橋深的橋 而這座橋 就是初來橋 以初來橋作為這次南橫公路東段的起點 一是因為自己也是初來乍到 第一次來到南橫東段 很期待等等所見所到之處 二也是希望大家 很想要騎車的時候 直接初來橋就對了 我們從關山的市區 然後現在騎到了這一個台二十線 二十甲跟台二十線的路口 初來橋這邊 然後這座橋 取得非常有意境的名字 初來乍到 跟魯特一樣 第一次來 從橫圓的地方騎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它的橋深是黃色的 然後會非常的顯眼 如果是從市區騎過來的話 我覺得在剛才那一段 一開始轉進台二十的時候 有一段 就是從至高點看 看得蠻清楚的 然後真的蠻漂亮的 這一段是南橫公路的台東段 這邊一邊是往東一邊是往西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往西 可是因為它現在是中段的 所以它沒辦法就是直接騎到高雄 蠻可惜的 那沒關係 高雄天池那一端 魯特已經去過了 這一次我們就打算 應該是騎到向陽 你上一次來南橫是什麼時候 一兩年前吧 也這麼久了喔 那你來這邊有懷念的感覺嗎 還好 還好 沒什麼feel 果然是台東人 但是來南橫是什麼時候 我也要跟你說 我的第一次又獻給你了 真的假的 你也沒來過 我沒有來過南橫 哇塞 好 那等一下 你應該會有跟我一樣的感受 應該跟我一樣 我剛才從那一段騎過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橋很漂亮 對 可是我一開始不知道 這就是初來橋 這就是初來橋 對 初來橋 有什麼事情就來這裡橋 初來橋好不好 橋起來 好啦 然後我們在這邊 以初來橋為七點 我們現在要準備往南橫公路上去了 GO GO 在這邊沒有停留太久 我們準備正式進入南橫公路 南橫全名為南部橫貫公路 與北橫還有中橫並列台灣三大橫貫公路 西起台南預警 東至台東海端 全長170公里 以天池為界分為東西段 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 梅山口到向陽的路段受損嚴重 至今仍未修復銅車 所以也導致了目前進出南橫 只能西進西出 或者是東進東出 就是只能走原路下山 而目前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 路很爛 幾乎都在整修工程 會不會有落實啊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 對這邊的印象都是應該還沒修復的印象 甚至只要是下雨 就是崩塌 不過其實 南橫公路目前的路況 真的比想像中好很多了 一早起來就有點封城瀑布的感覺 這趟兩天一夜的行程 說真的到台東 還是有點緊迫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要把時間拉長一點 這樣不僅可以把197仙道騎完 更可以在沿途想停就停 一開始從海端鄉紀錄南橫公路 隨著越往山中前進 我們也來到了新武 映入眼簾的 就是一整片開闊的視野 還有時不時出現在眼前的溪床 跟南橫溪段一樣 原本這邊是類似那種峽谷的地形 但因為莫拉克風災 夾帶了大量的土石 經過新武鋁溪沖刷到下游 隨著風災過後 原本的地貌也徹底改變了 甚至在這邊的新武橋 也在風災期間 整座橋面直接被湧水淹沒 後來在風災之後 還特地加高了橋面2公尺 防止再度被淹沒 而在這邊右手邊的溪床 就是新武鋁溪 新武鋁溪置於南橫東段 就像是老農溪置於南橫溪段 在路程的一開始 就能深深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魯特覺得在一開始的南橫公路 除了提醒我們不要小看大自然的威力 更多的是要時時刻刻 以敬畏的心情來看待 經過了新武之後我們繼續往上 要到霧路前的路段 沿途會慢慢感受到 視野逐漸從開闊到狹窄 左邊是聳立的岩壁 右邊是沒有任何遮蔽物的 可以直接清楚的看見被土石沖刷後的溪床 海拔也爬升的越來越高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目前進出南橫東段的車輛 大概是一些當地的居民啊 或者是工程卡車 比起南橫西段 北橫中橫 南橫東段的遊客數量 真的是明顯很少的 除了台東這個地方本來就不易到達 現在的過客們即使到了台東 也很少人會選擇轉上來的南橫公路 只有少數有特殊墓地 像是登嘉明湖 才會特地前來 從海端出發 經過了家寶隧道之後 我們騎了大概40分鐘 來到了霧路 在這邊 我們在天龍飯店停下來 換個GoPro電池 準備進入霧路峽谷 在這邊剛好可以看見滿開的櫻花 我們從關山那邊上來 大概騎了半個小時而已吧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天龍飯店 在要來之前我有查資料 然後這間飯店好像是這附近唯一一間 有提供住宿的啦 目前 要到高雄台南已經路都斷了 之前的話要到高雄的話 在這間飯店先住一晚 隔一天再出發 所以這間飯店算是陪伴滿多人過的 這裡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這邊有一整片的山櫻花 這超漂亮的 那個八八風災 它好像對南部的那個 衝擊是很大的 像我之前去那個南橫西半段的那一段 然後還有什麼納馬夏 都是 都是 整個地貌都改變了 之前的你那個影片不是有這樣 整個路過去 那個 對 它原本是很深 高地落差很大的 它其實有 和階地 對對對對對 整個被土石流這樣子 刷過去了 然後我們在這邊 我再換個360的相機 然後裝上去之後 等一下就要繼續出發了 GO GO 天龍飯店 目前是唯一在南橫東段 仍然持續營業的溫泉飯店 在天龍飯店的後方 有一座天龍吊橋 是南橫公路的前身 橋身上甚至還有天龍古道走一走 健康長壽99 不過因為歷史悠久 現在已經被列為微橋了 暫時封閉 是沒辦法通行的 離開了天龍飯店之後 我們也準備了繼續上路 進入悟路後 最讓魯特期待的 就是悟路峽谷 悟路峽谷位於悟路與力道之間 我覺得算是這趟南橫東段中 最美的路段之一 與中橫的泰魯格峽谷很類似 這條被星無旅希切割出來的 巨大S型峽谷 前後的長度 雖然大概只有3公里 但是氣勢雄偉 其實騎在南橫公路上 在進入悟路峽谷之後 就可以發現 峽谷中有滾燙的溫泉 以及氣體 從山壁的夾縫中湧出 而溫泉中的礦物質 會在峭壁上留下 黃、中、黑、白 等多種色彩的水紋 這種畫面就好像一幅渾然天成的壁畫 而這短短的3公里 也聚集了3處溫泉 分別是壁山溫泉、悟路溫泉 以及這一個就在路邊 你很難不發現它的 六口溫泉 嘿喲現在我們來到了六口溫泉 然後它這裡再從南橫的路口 也就是從關山的路口上來的時候 沒有騎很久就會到了 而六口溫泉中其中的3口 溫度大概在60幾度 可以在這邊邊砲腳邊看著峽谷的風景 而另外3口溫泉高達90幾度 所以也有很多人來這邊煮蛋 在這邊魯特沒有帶蛋來煮 但卻為了排素材 不小心把別人的蛋打翻了 踢翻別人的蛋之後 當然還是要負責任的把蛋撈起來 告示牌上的90幾度溫度 真的不是假的 有夠燙 可以啦可以啦 沒有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快快快快快 再用一顆好了 對啊不要把它扯 讓它勾在這邊 等一下把它扯在這裡 沒有沒有 喔不是 不是啦 喔是仙女棒啊 對啊 好了 欸這樣比較穩啦 好 對啊 綠洞溫泉裡面它有整片硫磺結晶 對 比較漂亮 但這邊沒有那麼明顯 它就跟那個北橫那個 40溫泉像 欸 對 但是難度 就是你下去 你從路邊再下去之後 還是要下切要攀爬 但是難度沒有那麼高啊 立松的比較簡單嗎 立松的比較簡單 最後終於把蛋還有鍋子打撈上岸 很尷尬的離開六口溫泉之後 我們繼續往上前進 經過霧路 我們來到了立道 在經過立道一號隧道之後 眼前的景致 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海拔也從700公尺來到了1000公尺 而立道部落 是在南橫公路東段上的一個布農族部落 就是那個八部合音 享譽國際的原住民族 整個部落就座落在群山環繞的河街台地上 地勢平坦 適合居住還有耕種 四周群山環繞 景觀優美 有著四歪桃園般的寧靜 在南橫公路的旅遊之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休息點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加上剛剛在六口溫泉的時候 撈蛋撈得太久了 只好經過立道而不停 繼續前進 離開了立道 接下來等待我們的是摩天 實際抵達摩天之後 海拔會隨之來到1500公尺 騎乘在這邊的感覺 就很像是例行產業道路 這邊原本的環境是原始森林的零像 不過因為近年逐漸伐肯 現在已經變成了高冷蔬菜園了 景觀也在逐漸的改變中 而這邊的氣候呢 經常是雲霧聚集的氣候 加上因為海拔高 山頂經常浮現在雲霧的上端 所以有了摩天的稱號 在這邊有兩件事情 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是左邊的山頂 感覺起來就像是去年魯特 到南橫西段的時候 從長青石 眺望對面的山頂 感覺是同一座山 不過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啦 因為到了這邊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向陽了 所以心中也開始會覺得 原來高雄離我這麼近 二則是因為南橫公路的施工 目前也在持續的進行中 不過從海端一路到摩天 絲毫不會有感覺 這曾經是一條被大自然摧殘過 破碎的公路 因為路況真的很好 那直到摩天過後 就會開始看到沿途的工程師傅們 全力的搶通中 沿途的施工也會變得越來越多 那其實在看到有工程路段的時候 我們距離南橫現在能到的最後一個點 向陽 已經不遠了 再來這個路段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有一段是沒有柏油路面的 高地落差也很大 塵土真的會非常多 沿路的路面也全部被殺死不滿 騎到上面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而到了這邊我們決定停一下 因為在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展望 比起南橫西段 在南橫東段的展望點 魯特是覺得多很多的 兩邊的植物長得也不是那麼茂密 加上之前風災封閉的痕跡 讓這邊意外的增加了很多視野很好的路段 從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從山下一路往上的足跡 也在這邊遇到了高雄來的觀眾 我們現在停在一個路邊 然後我們 我們剛剛應該是從那邊 然後沿著這條路 然後這一個這裡 這裡就是剛才那一段 也不是說非常難走 它其實也不會到很難走 很原始的路面 它就是土路 可是只有一小段而已 所以說在施工我覺得也還好 它施工的路段沒有說太多 然後整段路 我覺得從後半段開始 它整段路上面它都會有一些 殺死那樣的 就很像上次去那個荷環山 然後荷環山因為它雪融了之後 現在路面就是這樣 路面上的那些有沙塵那樣子 高雄來了朋友 所以你們是幾點上來的 忘記幾點上來 喔不知道幾點上來 因為我想說這個時間點下去 應該是蠻早就 蠻早就要上來了 上來拍下照就下去了 沒有走那個遊樂區 遊樂區現在好像是可以走的 可是很少人進去走 那你們沒有打算要走嗎 應該沒有 因為我今天要回台中 所以我應該是打算騎到那邊啦 路個營然後就回去了這樣 等一下就上去了 GOGO 經過了這個展望之後 再往前騎大概5分鐘 我們也從海拔1500公尺的摩天 來到了海拔大約2300公尺的向陽 而這邊也是目前南橫東段 能到的最後一個點了 從台東觀山出發 大概2個小時之內可以到向陽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整段路段都沒有廁所 只有到了向陽才有公廁 而在這邊的向陽森林遊樂區 也有步道供遊客行走 在申請之後 更可以往高山湖泊 嘉明湖前進 再經過了一個半小時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向陽森林遊樂區 然後這裡呢就是台20 南橫東段這邊能抵達的最後一個點了 再來呢就是也不能進去了啦 它這邊會有一個封閉路段人車禁止進路 就也只能到這邊了 不能再進去了 然後呢我騎到現在 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剛才在騎過來的路上 看到對面有一個山頭 然後那個山頭好像就是去年 天池那一段的時候 爬上去那個長青池那邊 對面那一個 所以我覺得我們從 兩段不一樣的地方 看到應該是同一個山頭 蠻漂亮的 然後呢我們現在在這邊待一下 等一下就要往 等一下上去那個向陽森林遊樂區走一下 因為今天還要趕回台中 兩年沒來的台東人 今天有什麼心得嗎 上一次來 這個地方大概是小時候來過 兩三年前再來過是去到下面那個立道而已 上來就沒有再來過了 因為一般人也不會 平常的時候也不太會上來 蠻不錯的就是 有一種view有點像清淨的那種 剛才騎到我有一段摩天那邊的時候吧 我覺得那一段真的很像 從例行上面看過去 還可以直接在過去的那個大觀山隧道 對 那邊也有一個觀景台 對 那個天氣好的時候 雲海啊 那邊雲海很有名 對那邊也會有雲海 比較可惜啦 就因為好像只差一點點 對 就可以到了 我一想到我現在離高雄很近 就心情有點 心情有點當 再19K就到天池了 呵呵呵 你為什麼要提醒我這件事情 我剛剛不小心 手機還有訊號 欸 Google了一下 19K 40分鐘不到 那第一次騎上來你覺得如何 還蠻舒服的 不錯啦 還蠻涼的 你也是穿夏季的嗎 我是穿冬季版 只是我沒有穿內嶺 這個人穿夏季的防摔衣上來 超屌的 然後裡面是一件排暗衫 幹這天氣誰要排暗衫 而且我想說今天跟魯赫出門 特別準備雨衣 欸沒有不用 我雨衣帶雨衣幹嘛呢 下雨 下雨也不用穿啊 你帶雨衣版也就用不到 我想說跟你出門我帶個雨衣 我想說現在我覺得帶雨衣幹嘛了 等一下雨衣我就丟在這邊垃圾桶 不是啊 好 哈哈哈哈 好啦 準備走上去了 在南橫上有著八大奇景 分別是天龍吊橋 烏入峽谷 立道 摩天 向陽 大觀山隧道 快谷 天池 加上魯特之前去過的西段 就只剩下大觀山隧道 還有快谷沒有去了 尤其是大觀山隧道 被形容為南橫全線景致的極點 雖然這兩個地方 目前是還沒有通車的 不過魯特相信 隨著時間的推移 有一天南橫公路 一定可以重新全段開放在我們 我們的眼前 因為在台灣三大橫貫公路中 魯特覺得南橫公路 就像是中橫還有北橫的綜合版 不管是可以比擬太魯閣峽谷的烏入峽谷 不輸北橫野溪溫泉的利松溫泉 甚至在路邊就可以直接煮蛋 直接泡腳的六口溫泉 摩天嶺就好比例行產業道路 晴天的時候避空萬里 起霧的時候露出它的山頂 增添了它神秘的氣息 到了向陽段的森林 就有如北橫的名池 雖然這次來到這邊 每個景點停留的時間都沒有太久 在製作這部影片的時候 也有很多東西是想要補充的 但是因為資訊量實在是太大了 可見整段南橫公路 真的蘊含了很多自然的地貌 下一次有機會來 再好好的更深入的介紹 也期待有一天 可以把這整段路 從高雄到台東 全部完整的騎完 好啦走完了南橫公路東段 接下來也準備回程了 沿著原路我們下山 在摩天前 因為道路施工被攔了下來 欸唷我們下山 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被攔住了 它不是一整條路上 全部都是直接可以暢行無阻的 還是有施工的 我記得我之前有在臉書的社團 大家可以去搜尋 像台灣機車旅遊啊 美景啊 什麼的 台灣機車旅遊 打台灣機車旅遊有很多社團 然後其實我之前也有在那邊 會分享一些 就是出去玩的影片啊 然後大家也可以加入那個社團 我覺得那個社團就是還不錯 然後大家都會在上面 分享一些景點什麼之類的 總之呢就是 在那個社團裡面 我記得好像 我有看過人分享過 就是南橫它管制的時間 然後要記得 查好時間再來 因為現在的時間是2點16分 然後要2點50分才會放行 所以我要在這邊 清淨山林30分鐘 GOGO 離開了宮城路段之後 重新經過了一次剛剛騎過來的路 魯特覺得 東進跟東出 看到的景色 以及感受到的感覺 是非常不一樣的 東進 從一開始遼闊的視野 到逐漸輕優的環境 雖然沒有綜橫太魯閣東段起點那麼精彩 不過細細品味 到了烏入峽谷 會出現迥然不同的風貌 而東出 則有種被群山環繞的感覺 你可能會覺得 現在在騎車的這個人是不是神經病 千里迢迢 從台中騎車到台東 不為什麼 只為了騎南橫公路 那種感覺就是 騎車到台東 是為了騎台東的公路 有點饒舌啊 但是經過了這一趟 魯特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說 非常的值得 因為我們獲得的 不只是美景 更是沿路美好的感受 體驗平時在都市所體會不到的愜意 沿著原路回到了出來橋 時間也來到了接近下午4點 經過了南橫的洗禮之後 在這邊 我們也準備和重庭 還有建偉哥說再見了 有 下山很快 下山只要騎大概 30分鐘 我們剛才騎28分鐘 然後現在回到了 出來橋 這已經是我第二次來了啦 趕快有空的就出來橋 等一下 我們要和重庭 還有建偉哥在這邊分別了 因為等一下我要騎台 台20甲接到台9線 然後他們就繼續往台20線騎了 這次來非常感謝建偉哥 所以你 要被客戶殺了 他等一下還要送貨 然後他現在在這邊 現在已經快4點了 辛苦你了 感謝你的陪伴 很少跟老婆這樣喬一下 然後就跑出來 OK啦 我老婆很OK的 回去再好好教訓他 這個我會放上去唷 這次真的太感謝你了 事隔半年 終於又可以再 又相見歡樂 然後昨天晚上還讓你請 所以下次你來台中 我請你吃飯 非常感謝這兩位的陪伴 好不好 我等一下 台9線 台9線一直殺 就是一直到那個 花蓮了嘛 然後就左轉 對 太魯閣 今天大概700公里左右 沒有500公里 不回家 所以我今天騎了700公里 所以我可以回家 掰掰 一出來橋作為起點 結束南橫的行程之後 也在出來橋這邊 作為最終站 跟台東的夥伴告別 感謝劍尾哥 還有重庭的陪棋 接下來 我準備展開一個人的回程 沿著台20甲 經過出來橋 往池上的方向前進 台20甲 總長只有短短的不到6公里 公路兩旁 有超過20年樹林的章樹 拍著隊伍 像是在歡迎我一樣 不過旅程在這邊也接近了尾聲 準備回台中了 所以魯特騎到這邊的時候 覺得更像是在提醒我 台東的美 不要忘了 在騎了大概20分鐘之後 我也來到了池上的7-7 打算在這邊吃個東西之後 從台9線直接殺到華蓮 再接中橫回台中 不過就在魯特到7-7的時候 沒想到 竟然在這邊遇到了上一次 一日切西瓜陪跑的夥伴 拉拉哥 而他 剛好也要騎台9線 往蘇花的方向 嘿喲 我剛才騎完台20甲了 然後我來到了 台東的 池上這邊的7-7 然後剛才跟重庭他們分開之後 我在7-7遇到一個 上一次 一日切西瓜 也有去的一個男人 他就是上一次我在 最後的時候把握放 你錄的那個片段 兩年內不要再找我24那年內 就是他幫我排的 然後很剛好的是 他等一下也要走台9線 我覺得是從騎車之後出門 操場在那 7-7啊 全家啊 怎樣的 隨便會遇得到車友 隨便會遇得到認識的 即便我是台中人 然後現在在台東 太幸福了 所以等一下我又有辦了 我終於不孤單了 好啦 我們出發 GOGO 南橫有八景 而人生有四起 酒漢馮甘霖 他鄉遇故之 洞房花竹夜 金榜提名時 因為魯特不是羽神了 所以我應該是遇不到甘霖了啦 太魯了 更別提洞房花竹夜 金榜提名時的話 如果我愛讀書 那現在應該不是醫生 就是個律師啊 雖然四起中 有三起跟我是無緣的 不過我在這邊用五個字來形容 他鄉遇故之 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奇妙 就跟我當下感覺到的一樣 自從在騎車之後 真的很幸運的 可以認識到一群好朋友 不管在台灣各個角落 都有認識的夥伴 陪我一起瘋 就這樣又從一個人變成了兩個人 結伴同行 從台東往北騎 一路上會經過 傅里玉里瑞瑞光復鳳林吉安 講了這麼一大串 沒錯 從傅里開始 我們已經進入了花蓮 不過要到位於台八線 中橫公路的入口 還得騎超過兩個小時 因為花東真的是超長的 就在騎了不知道多久之後 從白天騎到黑夜 和那拉哥在蘇花公路的入口告別 我也獨自一人 來到了中橫的牌樓了 到了這邊的時間 剛好是晚上的七點半 而泰魯閣交友站 只營業到晚上七點 所以我又騎回星塵 把油補滿 接著 就準備獨棄中橫了 哎唷現在時間八點 我現在一個人在中橫的入口 就是泰魯閣這邊 等一下就要回台中了 到台中應該已經超過12點了啦 第一次一個人獨棄 那位剛才其實我到泰魯閣交友站的時候呢 他是 他已經關了 我七點半到的 然後他只營業到七點 所以我又再騎回去市區 在家裡是有 然後順便多穿一件內達褲 發樂衣 棉衣 跟上次武嶺一樣 因為等一下也會經過武嶺 上面應該是非常的冷 蠻嗨的 今天我覺得這一趟 算是還蠻 還蠻好玩的啦 尤其是去騎南橫 因為我覺得南橫 他過去的那個景色 跟回來的那個景色 我覺得真的差蠻多的 兩邊都很漂亮 過去的時候是 在最後面 我覺得很漂亮 可是回來的時候是在 最前面 很漂亮 所以 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去中橫那邊走 不是中橫啦 也可以去南橫那邊走走看 我是覺得還蠻好玩 等一下我就要一個人獨棄 剛剛是看了兩三台車上山了啦 所以 這上面應該是還好 準備出發 GOGO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一個人 晚上夜騎中橫 而晚上的中橫 什麼都看不到 沒有路燈 唯一分辨路況的方式 就是靠著地上的標線 以及路邊的反光板 因為橘白也裝了卡西提 卡西提的霧燈 所以在中橫上面 其實說恐怖也不會恐怖啊 因為眼前還是一片光明 可以看見亮度還是非常足夠的 切線也非常明顯 最主要照射的物體 不是兩邊的風景 只要知道雙黃線的位置 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每一個彎的狀況 最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在天翔隧道這邊 因為施工的關係 裡面有一個紅綠燈 當魯特到這邊的時候 閃著紅燈 所以我就一個人在隧道裡面等紅綠燈 不會讓我印象最深刻 是因為這一整段路中 唯一一段最亮的時候 就是這邊了 過了這一段 基本上就再也看不到光了 在以前還沒騎過沒裝霧燈的車子前 絲毫不會覺得自己的燈不夠亮 所以在騎過有霧燈的車 真的會回不去 因為之前阿福也裝了卡西提霧燈 有了阿福的經驗之後 現在只要騎在這種沒有霧燈的路段 魯特都是直接調成遠近都開的模式 很可惜的是 這一次騎中橫沒有起霧 所以也沒辦法測試到這對霧燈 在霧中行駛的狀況 隨著路程前進 自己騎乘起來的感覺 絲毫沒有累的感覺 很難想像今天除了南橫公路 還騎了197線道 不過隨著海拔升高 周圍也越來越冷 體感溫度應該是直接低於零度的啦 邊騎邊抖 騎了不知道多久 我也從花蓮的太魯閣 來到了花蓮與台中的交界處 大嶼嶺 YO 現在到大嶼嶺了 時間來到了9點40分 不拍我自己了啦 因為沒光拍我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然後在這邊休息一下 準備繼續出發 GOGO 經過大嶼嶺之後往武嶺前進 在這邊經過水晶宮 山壁上是還有雪的 光線打在山壁上 當下看到的心情 突然變得超有精神的 原本是想說應該早就容了吧 所以沒抱著太大的期望 不過在看到還有雪的那一瞬間 心裡只能默默祈禱 GoPro還有電 有拍到 因為周圍真的是冷到我完全不想停下來換電池 很可惜的是早就沒電了 就這樣經過武嶺之後我也回到了南投 到了南投的時候 突然也發現自己今天這樣騎也1.5橫了 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是要挑戰一日三橫的 最後從台14線接到了136之後 騎完了136回到了溫暖的家 那這一趟48小時台東行 一共騎了大概940公里 路線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主要的路線在這次的選擇 基本上都是按照上一次台東行的路線 全部倒過來騎 所以對魯特來說 比較偏向是回憶之旅啦 雖然說主要是想要去南橫公路 但是這一趟還騎了197線道 上一次加上這一次 雖然還是沒有把197騎完 但是我想 雖然台東離我很遠 但是擁有著豐富的山海觀光資源 讓我再回到家之後 還會醉心在東半部 余光中曾經這樣形容過台東 引用其中我很有感觸的幾句話 城比台北是矮一點 天比台北卻高得多 燈比台北是暗一點 星比台北卻亮得多 港比西暗是小一點 海比西暗卻大得多 無論地球怎麼轉 台東永遠在最前面 回到影片最一開始提到的 台灣最後一片淨土 我覺得這句話中最後一片淨土的淨土二字 指的不單單只是這一片土地的純淨 其中的意涵還有善良純樸的民情 遠離成宵的環境 下一次 一定還要再來這一塊台灣最後一片淨土 因為 無論地球怎麼轉 台東永遠在最前面 由於全球的地球 達成功的計畫 向我來 中間 雷尾 向我來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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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ve been by my side all along Feels like we've been here before We've been here befor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We've been here before Tell me, tell me We've been here before Deja vu is taking over I know you from someone wrong Someone wake me up from this dream Cause everything is not as it seems Deja vu is taking over I know you from some other world Someone wake me up from this dream Cause everything is not as it seems Deja vu is taking over I know you from some other world Someone wake me up from this dream Cause everything is not as it seems Tell me you've been here before Tell me, tell me Alright, tell me you've been here before 好啊!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